第1423集 楚风开口了这时候 凤凰 去 将那破烂战舰给撞成十八截 将一头驴子称呼为凤凰 让许多人觉得不靠谱 同时 也有一些身份很惊人的进化者 面皮抽搐不由自主的看向一个方位 因为 那边可是有一位少女妖孽 微枕十周被换作凤凰 有意思 撞吧 那对男女满脸都是嘲弄的笑 让楚风尽管下手 楚风下车 吩咐驴精狠劲儿去撞 驴精 却怂了 开什么玩笑啊 他是血肉之躯 而目标却是能轰碎星辰的宇宙战戒 他冲撞过去 嫌命长嘛 楚风瞪着他 你傻呀 不会用临车飘移之术吗 驴精一听便开心了 呃啊呃啊的 直接发出驴叫声 但很快 他又醒悟语 自示起来 强迫自己露出自信的风采 啾啾啾的教导 然后 他撂着角子 便冲宇宙战戒 狂奔而去 要撞战戒 驴精跑得特别欢 是摇头摆尾 棕毛飞舞 四条落地有力如雷霆 他气势如虹 向前狂飙而去 宛若要骂他天下 许多进化者都在关注 有人冷笑 有人带着矜持的微笑 也有人嘲讽之意 不加掩饰 等看着笑话 然而 驴精绕了一大圈 又跑回来了 哼 你倒是壮严 那对 风采出众的少年男女 脸上带着冷意 嘴角擒着 鄙夷的笑容 其他人 也都在等着 看笑话 等待他自杀似的 愚蠢一撞 驴精羞难 小声提出要求 能不能让战舰落地啊 因为他不会飞行 对悬在半空中的战舰 无可奈何 在变荒时 连半生都飞不起来 而在乌州这种灵气 鼓鼓而勇的 天惊浓语之地 法则压制的更厉害 驴精在那里 眼巴巴的望着 一副很认真的样子 一群人都张了张嘴 确信他不是说笑 短暂寂静 然后一群人哈哈的哄笑 人们觉得 这头驴子纯得可爱 你连飞天的能力都没有 也敢去撞宇宙战舰 实在是不知死活 驴精板着面孔一本正经 严肃点 我再认真交涉呢 那对气质出众 宛若从斑斓诗话中 走出的少年男女 都被气乐了 好 我就将他降落在地面 我看你怎么撞他 工具有什么样的主人 就有什么样的驴子 那位少女带着淡笑 言语带刺 有些刻薄语过分 驴精一脸严肃之色 姐姐 麻烦你让开 我要开始了 你叫谁姐姐 妙语羞恼 她认为 这头驴子十分可恨 故意这么称呼 果然附近传出一片轻笑声 驴精用蹄子刨底 抖动棕毛 相当的神觉 一副很严肃的样子 他没搭理女子 准备奔跑 这时 九幽骑将石棺拍的啪啪作响 在里边喊道 嗨嗨嗨 经过我同意了吗 轰隆一声 这时 驴精拉着灵车 已经奔跑起来 狂飙猛进 冲着战船而去 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 啊 有人带着淡笑 叫于后边的后背 好整以下 蠢死的 这时 泰晤一脉的人都露出微笑 等待着开笑话 至于那对少年男女 则是不屑 甚是轻蔑 同时有些厌恶 真扫心 一会儿还要冲洗无血 那女子妙语 更是看相出风 变荒来的人与驴 就这么不珍惜生命吗 太武一脉的人冷笑 尤其是狗娃心中对处风 大恨 现在觉得很舒畅 兄弟 你这样 有点丢人呢 人群中 小乌鸦也故作摇头 弹气壮 其实心中很高兴 等着看乐子 这是谁家玩啊 啊 想上演一幕彗星 撞进名山大川的戏码吗 啊 嘿嘿 抗龙游回 就在这时 驴精大吼起来 简直是气吞天地 有野蛮冲撞到生生止步 像是后悔了 神龙白尾 他又咆哮道 他是停下来了 但是身后拉着的驴车 宛若横扫千驹 有若神龙白尾 向着那宇宙飞船抽去 我去你大爷的 这是九幽七的恼怒声音 因为 脏活累活都落在他身上了 如同铁剪般扫向了战舰 鸿鸿一声 在刺目的光芒中 驴车解体了 露出主体 一口石棺横砸在飞船上 顿时火光滔天 将那里撞击的稀巴烂 那对少年男女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们的宇宙战戒 被一辆驴车给撞翻了 四分五裂 一群人都目瞪口呆 原本都在找乐子 等着看笑话呢 结果的确看到了可笑的一幕 但是 却显得有些荒谬 这跟他们想象中的乐子不一样 笑话的对象换人了 兄弟啊 你年轻气盛 但也不能这么蠢 小五亚 原本还在提前假惺惺的安慰 急缺德呢 其实想取笑 结果现在立刻闭嘴 因为发生的事太邪门了 同他认为的那种笑话 结局不一样 我去 出门踩了天狗族的大便 这种运道都能绑上 太可笑了 一些人怪叫 太无一脉 原本笑容满面的几人都拉长了脸 再也没有一丝笑容 看笑话都能看到大冷门 太让人无言了 有人起哄 那头驴子 你倒是有些门道啊 在那里夸赞驴精 驴精是美滋滋的 一改刚才的严肃 撒话跑回来 冲着那一对少男少女说道 姐姐 哥哥 承认啊 这对少年男女 那脸色可真是忽清忽白 羞恼而愤慨 想都不要想 今天这里的事 肯定要在他们这种 天皇贵胄的圈子中传开 会成为笑话 太可耻了 两人气到不行 非常的羞愤 旅车撞击宇宙战舰 完胜 没有比这更离谱 与羞辱的事情了 他们气得浑身哆嗦 拂袖而去 苗天 苗玉 不要走 太武一脉的妖孽 追了下去 拦住那两人 一阵低雨 狠狠地瞪了一眼楚风 然后 带着两人 向灰色交易区 伸出走去 楚风在后面喊 这真不是我的事 是你们与这头 驴子间的恩怨 以后 竟可以找他算账去 这有些不厚道了 当然也算是现实报 楚风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将他们与驴子并列起来 同时楚风招手 小乌鸦 太武一脉的玩儿 你们别走啊 当初在边荒龙窝 送我为大哥 今天遇上了 怎么不过来见礼啊 这是一记猛料 外界可不知道这些事 当初太丢人了 那些参与者不可能说出去 太武一脉的妖孽 脸色铁青 头都没回 带着妙天与妙玉 就此进入人群中 若非此地严禁 生死搏杀 他们早就动手了 至于小乌鸦 则扭头就跑 找他家长辈去了 觉得欲语上 鸡大德实在是晦气 有些人凑了过来 小友 你这是什么车呀 观看楚风在那里 重新收拾自己的驴车 主体就剩下一举石棺 其余部分都散件了 楚风正在拆卸飞船 重组驴车 最后毫不客气的 将几件能量武器 安装在崭新的驴车上 楚风随口应付了一句 说他这是保驴灵车 赶着驴车 进入灰色交易区 别人的座驾都停在外面 是因为体积太庞大 他这辆驴车 则没有这种问题 他看到一些熟悉的身影 比如在来这里 路上曾经超过驴车 并嘲笑过他的几名利人 他热情的打招呼 嗨 美女 搭车吧 我带你们去东风 屁大丁点的孩子 赶着慢吞吞的驴车 也好意思这么搭讪 让一群青年都无语 猫都没长气的小子 一边凉过去 大叔 你这是忌妒 要不我也带你一程 让你体会一下 驴车飘移的刺激 大爷的 这家孩子嘴巴这么欠呢 大人来了没有 不过 没有人动手 这地方治安太好了 必须都得遵守规矩 不能无故寻衅与厮杀 除非双方都乐意 当然 也有不信邪的 想在恶案中稍微给楚风 一些苦头吃 接近驴车 然而 才入三丈范围内 就惊悚尖叫 跳起来就逃 事关发光 在吸收那人 丝丝缕缕的血精 事已如此 人们缺席 这日一个恐怖家族的传人 不是很好惹 楚风 没羞没臊的再三邀请 几位仙子 你们真不搭顺风车呀 那几位自容出众的利人 或者瞪他 或者娇笑 都对他摆手 没人上车 小小年纪就不学好 才多大呀 才这么好色 再过十年还得了 一边玩去 十年后再来找姐姐 现在对你没兴趣 楚风被比 那些女子都很大胆 带着调侃的笑容离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